那麼吵 幹嘛那麼吵 怎麼那麼吵 怎麼那麼吵 三名圓警情緒非常激動 包圍住這名戴著黑色帽子 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 站在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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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警越喊越大聲 甚至不斷逼近男子 男子似乎想說些什麼 但聲音完全被蓋了下去 圓警甚至伸出手笔話 男子只能僅靠牆壁不斷閃躲 而整件事的起因全是淫味 22號下午4點20分 這名男子喝醉酒 跑到南宇湘紅頭村 一間當時還沒有營業的民宿 影響到其他民眾 圓警接獲報案後到場勸離 沒想到男子趁著酒意 想從建藍派出所後門闖入警局 不管圓警怎麼勸都勸不離 只能大聲呵斥 然而影片曝光 也有不少人認為警方太過激動 當然我昨天也接到 相親的陳情 那就這個案子來講 我是覺得已經是執法過當 不能說你完全沒有任何的攻擊行為 你擁成這個樣子 其實是非常的不妥 因黃南離罪你勸不聽 圓警赫視黃南離開 黃南隨後離去反家休息 本分局以立案調查 圓警執勤過程有無相關為師 並將依相關規定益處 及加強圓警教育訓練 據瞭解酒醉鬧事的黃信男子 家屬事後也在臉書貼文底下留言 對於他喝酒後的行為感到無奈 希望事情不要再擴散 TVBN新聞劉警員何可言 台東採訪報導 1.888 1.889 2.887 3.889 4.889